近日一条消息内涵相当丰富 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报道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得出结论 强烈谴责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行为 根据峰会文件 欧洲理事会强烈谴责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破坏 比如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破坏 这给人的感觉好像欧盟在纸丧骂怀 骂的就是自己的大哥 看来美国这个老大当得太失败了 自己的亲兄弟都开始不满了 尤其是欧盟的老大德国 今年连续转了两个弯 现在终于找到正确的道路 在俄乌冲突刚开始 德国并不愿意制裁俄罗斯 因此在援助乌克兰上也相当不情愿 只是援助了一些头盔 不过由于德国现在是红绿灯组合在联合执政 总理舒尔茨也无法完全控制局面 而德国绿党主席外长贝尔伯克 却在制裁俄罗斯上相当积极 甚至表示 即使德国人民因能源价格暴涨而上街抗议 德国也必须制裁俄罗斯以支持乌克兰 近日他更是强硬表态 称西方不应接受 任何会令乌克兰失去领土的和平协议 德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武器支持乌克兰 这给人的感觉似乎他才是德国的总理 最终在美国的逼迫下 德国不得不开始大量援助乌克兰 不过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 美国的真面目也让人看得越来越清晰 德国此时也再次准备转向了 最先向美国人发难的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近日他气愤地指出 美国在其国内市场 千方百计想降低能源价格 但是却以相当于其国内价格四倍的价格 向欧洲市场供应天然气 这不仅是一种双标 更是在坑害欧盟 这样的盟友可能比敌人都可怕 从目前看 美国还不只是赚取欧盟大量金钱那样简单 由于欧洲各国能源价格飙升 通胀高企 这就迫使欧洲制造业企业不得不停产 其中原本在美国就有生产线的 已经把大部分产能都转移到了美国 那些在美国没有生产基地的企业 最近也在考虑到美国去建立新的工厂 估计拜登现在要乐了 因为这会让他心心念念的美国制造业 瞬间就取得了重大进展 而且拜登此时再度挽起了另外一种双标 大家知道市场经济排斥政府对企业的补贴 美国之前也总是拿这个说是 指责其他国家是国家资本主义 然而看看美国人是如何体现市场精神的 前段时间美国竟然出台巨额补贴政策 吸引了大量的欧洲企业 美国这就是在转欧洲之威 劫美国之机 此时德国终于看清了 德国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 在于与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 举行视频会议时 双方军表示 欧洲必须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做出回应 哈贝克表示 欧洲的公司和企业都被美国吸走了 因为美国提供了巨额补贴 在欧洲面临严重挑战之时 美国不仅没有伸出援手 却暗暗举起割欧洲韭菜的镰刀 有这样的盟友根本就不需要敌人 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也表示 通胀削减法案可能无法削减美国的通胀 但是却可能削减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因为它破坏了美欧大陆的公平竞争环境 让欧洲国家成了最大的输家 由于美国以电动汽车整车 必须在北美当地组装等条件 作为提供补贴的前提 这对欧盟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 电池和能源密集型行业 已经构成了严重歧视 前几天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 安塞勒米塔尔表示 由于能源成本不断飙升 公司不得不关闭位于德国的两座工厂 转向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工厂继续生产 同时德国宝马集团也在近日宣布 将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进行新一轮价值17亿美元的电动汽车投资 面对这种悲惨的结局 欧洲人开始反思了 近日欧洲现代外交发表文章 标题是美国是如何摧毁欧洲的 文章中指责美国政府 是欧洲财富外流的始作用者 这也正应了那句话 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但是做美国的盟友则是致命的 因为对美国来说 所谓的盟友 必须为了美国的利益 牺牲一切 甚至有的盟友 觉得已经很配合美国了 只不过为了最起码的体面 还没有死心塌地 结果美国人可能嫌你贵得不够到位 就可能会抛弃你 甚至会换一条更听话 更没底线的走狗 法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历史上法国一直非常独立 甚至还退出过北约 即使现在法国也多次主张欧洲要独立 甚至股东各国建立欧洲军 以摆脱美国的束缚 德国由于在二战中 被美国和前苏联控制 因此一直比较听话 不过近年来 由于自身实力不断上升 再加上前苏联解体 美国实力也在下降 德国似乎看到了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机会 然而 美国现在仍然不想放下 自己是个世界霸主的架子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声称 世界不能没有美国的领导 不然的话 世界就会落入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家手里 要么会干脆进入混乱状态 实际上世界有美国领导才是最可怕的 因为美国天天想的都是如何控制其他国家 并从其中获得战略利益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美国花费了巨额资金 收买和同化其盟国的精英阶层 让这些国家必须按照美国人导演的剧本生活 一旦美国人遇到困难 已经被美国人控制和洗脑的盟国 也就成了美国手中的肉机 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之前 瑞典媒体披露了一份兰德公司出具的文件 向世人展现了美国摧毁欧洲的惊天计划 内容相当震撼 这份计划证明 美国就是俄乌冲突中幕后的黑手 早在今年1月25日 美国就窜跺乌克兰政府 对顿巴斯地区采取更有侵略性的政策 攻击俄罗斯之所必就 拜登判断 普京绝不可能置之不理 因此美国才会预言 俄罗斯一定会动手 因为整个事件进程 都在美国的操控下进行 不过美国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俄罗斯 更主要的目标是 欧盟及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德国 通过逼迫欧洲制裁俄罗斯的能源 造成欧洲能源短缺 迫使德国的工业陷入停滞 这样一来 欧元汇率将大幅下跌 美元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取代欧元 之后就是欧洲大企业纷纷迁往美国 就像二战中的那样 人才与资本也将持续流入美国 为美国带来7到9万亿美元的收益 以拯救美国 不过美国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中国可能是另外一个获利的国家 目前不仅人民币不再继续贬值 而且许多欧洲的大企业也开始进入中国 正所谓得到多助失到寡助 美国如今的种种卑鄙作为 终将遭到世界各国的唾弃 近日据路透社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在欧盟峰会结束后宣布 他将于下月初 率领一个德国企业代表团访问中国 这就是对美国声称 世界应当有美国人继续领导 最好的回应 这是自2019年11月以来 首位出访中国的欧盟领导人 这是怎么看 说说中德之间的三点机遇 如今欧洲可谓一片混乱 能源危机这类的就不再多说了 英国不断换帅 风雨飘摇 欧洲企业因能源危机不断出逃 欧洲资本正被美国不断吸引外流 法德之间因能源限价水火难容 号称女莫索里尼 对意大利极右翼总理 梅洛尼上台 估计意大利也要整一些活出来 如今欧洲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一片混乱 早前欧盟高官伯雷利表示 欧洲的繁荣是建立在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及中国大市场基础之上的 如今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没了 如果再同中国不愉快 欧洲就更没救了 早前 沉尔茨一直说到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如今已经改口说欧洲没有声音主张对华脱钩 当然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似乎还是有些头铁 这就要看德国内部的博弈结果了 如果德国最终要走向衰落 这是谁也挡不住的事 面对当前的能源危机 只要欧洲没完全腐烂 就一定会痛定思痛 寻找新的能源出路 于是 新能源就有可能会成为欧洲重点考虑的方向 这就是中欧之间新的机遇 故随随时 好